通透的感觉就像夏天的一杯冰可乐 如何让一张照片看起来通透 这也是经常被提及的问题 我今天就分享一个关键的技巧 让您拍到通透的照片 欢迎收看采风视影收获杂志 我是大马猫文 通透和清晰不同 清晰度可以量化和测量 我们可以用像素分辨率 或者镜头有多少线对来测量清晰度 但是通透更多的是一种感受 这种难以用语言描绘的画面里 那种泛着亮光的那种清澈 通透的照片不只是清楚不清楚的问题 清楚的照片不一定通透 通透的照片但是它肯定清楚 通透是综合了锐度 反差色彩亮度层次景深等等 一起一起综合作用的结果 每个摄影师为了实现自己的照片通透 每个人偏重的方法也不太一样 其实网上有很多关于怎么让照片变得通透的教程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对 但是今天就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通透通透这么清晰透明 这么一个词 我一般用来形容空气水冰玻璃 它这种透明的介质 一尘不染 纯净无杂质那种状态 关键的来了 你感受通透的依据是说 我们能够察觉到光线在这种介质或者空间里边通过的时候 光线如水不受阻挡轻轻漫过那种感觉 这就是我想说的重点 通透的重点在于拍摄而不是后期 想让照片看起来通透 先要在拍摄的时候光线如手 你注意一个啊 通透的画面你一定从画面中 在明显上可以看到主体上从明到暗的一个过程 高光该亮的地方要亮起来不过曝 该暗的地方要暗得下去 正是有这种明和暗的反差 暗部呢才能衬托出高光的那种耀眼 高光呢才能对比出就是暗部的那种凝重 这就是一张照片通透的源头 所以说遵循寻找光线平滑过度的这个原则来拍照 我们轻而易举就可以拍出出画面通透的这个照片 如何得到这种平滑过度的光线呢 其实在自然界里边这种光线是免费 而且非常为阳的常见 就是阴天或者是这种下雨的天气 如果你想自己制作这种光线啊 那直接用一块柔光箱就可以解决 我做了一个对比的试验啊 你也可以试一试 就是即使在同一光线条件下 不同的角度拍摄 是不是强调光线过度的画面看起来就更通透 如果您要是看不出前后这两张照片的差别 那我觉得您得重新审视一下自己了 观察力 我觉得这对于摄影师来讲 这是比所谓的审美更重要 更基础的技能 绝对纯净的天空呢 这种是可遇不可求的 就算是在澳洲也不是天天都能见到这种蓝天白云 即使有这种天气 也未必能拍摄出更通透的照片 这是我遇上的最通透的一天 是当时从南极海域的南桥榨岛出来 这是让人遇上一个特别让人难忘的一个场景啊 就是两种颜色的海水交融 富含盐分的深色的海水 和这个冰山融化的这种浅色的海水融合一起 按当时的天气 论空气论海水 这都是在自然界里边能找到的最纯净最透彻的 但是从照片来看 它并不比其他照片看起来更通透 原因在哪儿 就是因为当时的光线太硬太强 而且角度不好 这种场景我觉得用眼睛看个就好 拍是绝对拍不出来的 找光线这事屡试不爽 咱要不然换个地方试试 一出门就下雨 一出门就下雨 甭管在家里天气怎么样 出了之后保证下雨 到这个林子里边阴冷阴冷 这么着 先煮杯咖啡 暖和暖和再说 一杯咖啡下点舒服多了 你看又开始下雨 但是刚才我在煮咖啡的时候天火上就晴了 然后我就今天有谢 刚煮完咖啡 刚说喝完之后进去之后也开始下雨 不过这种天气的 也许真是能够出个好片 你看林子里边 下一天小雨以后 你看所有的树叶树干 包括石头都被雨水打湿 更能创造我所说的那种 光线过度反射的那种环境 也许真的是会更漂亮 其实作为摄影师来讲 我觉得稍稍下过雨的林子 或者正在下雨的天气 反而是我所期待的 但是真的冷啊 来的早不是来的巧啊 刚那边有个老爷子 正好要给他的宝贝汽车拍张照片 老爷子正好不知道怎么用 这个手机把这照片拍好 我说躲在呢 你不是问对人了吗 敢这么大包大篮 当火雷锋也是因为 对当时的光线条件有信心 在林子里边打开的天空 再加上天空刚刚下过小雨 那是一个天然的柔光板 在车漆表面上撒上像珍珠一样的水滴 这种光线条件怎么拍怎么有 漂亮 没有问题 我去过这些 选择最好的 选择最好的 希望它会在前面 没有问题 我保证你会在前面 对 谢谢你这么多 没有问题 好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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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歪打正着啊 老大爷正好要给拍自己的宝贝车 这辆两万块钱收列的车 然后放在这个杂志上面 我跟他说这张照片拍完之后 这绝对首页 绝对上首页 其实在所有的环境下边 我都是在这找这种光线的过渡 不光是这种钢筋水泥玻璃不朽钢的城市里边 我会这找这种光线的反射和这种叫什么 它的变化 哪怕是在像我现在这种纯自然环境的里边呢 我也会找这种光线的过渡和变化 就这个可能才是 你会觉得整个画面通透的一个来源 我经常听到一句话呢 就是有人说 早晨起来拍摄的光线会更透彻 这句话呢 也对也不对 首先呢 早晨起来的光线不一定透彻 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一宿的这个沉降 你发现在地面 或者是说 尤其在山区附近 地面的水气和雾气是最大的 然后经常是说那种雾气萌萌的感觉 反而到了白天的时候 那个空气蒸腾以后呢 空气会变得更加透彻 但是如果你要是在城市附近的话 那可能会反过来 因为呢 到了白天的时候 车辆啊 这个工程的污染 会让大气变得浑浊 所以早晨起来拍摄 觉得这个通透 并不是 很多情况不是说 因为空气透度的问题 而是什么呢 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 因为光线比较低 角度比较低 所以更容易产生那种折射 和咱们所说的那种 光线过度反射那种拍摄的角度 反而到了太阳 到了中午的时候呢 因为光线是直上直下 所以就很少能看到这种 光线折射反射的情况 尤其是在大秦天下 阴天反而会好一些 所以给大家一个错觉 就是早晨的时候呢 光线可能更透彻 但是真的不一定 说白了还是光线角度的问题 白平衡和色彩 其实也是让照片看起来 通透特别大的一个影响 但这方面的内容太多 本期节目根本讲不完 咱们以后再说 如果您真的想系统的学习 怎么表现色彩 那应该能关注一下 2024年4月份 采缝的摩洛哥超级适应团 我们在世界上最值得旅行 极富色彩的摩洛哥12天 遥望欧洲的芝波罗特海峡 在白色的卡萨布兰卡 红色的马拉喀什 蓝色的舍夫沙万 还有金色的撒哈拉 手把手教你码砖色彩 如果您手里有富士 莱卡哈苏里光的这些朋友 您还等什么呢 发挥你们相机特长的时候到了 扫描屏幕上的阿尔维纳 绝对是值得一去 后期确实是摄影师必备的功夫 但是我也不太喜欢那种 所谓七分拍三分修 或者是三分拍七分修 这种说法 拍到拍好永远都是第一位 一桌好饭 从好的食材开始 就算是卖玉质 邂适的人都从你身上赚不到钱 取净块里才是别人看到你的世界和你的技术 至于背后的功夫 你让他们猜对吧 你看看 最近装修有点忙 你听我这个事 屋子里都拆空了 都有回音 节目更新的稍稍点慢 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 得了 我接着干活去了 咱们下期 再见 咱们下期